来 师傅 你看 蝙蝠 师傅 你看 蝙蝠 分头行动 师傅 你已经报告好了 你开拨头再追 明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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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飞 你看 你看 这是什么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要飞上蝙蝙 上蝙蝙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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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你慢点 我飞不上你啊 师傅 你飞慢点 我来 看你们哪儿飞 师傅 你飞慢点 飞慢点 我飞不上你啊 你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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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快还是我快 快闪开 快闪开 真好玩啊 祝姚花生先生生日快乐 寿鄙南山 不如动狠 来 你又傻花账 我陪你玩玩 就你会躲 我也会啊 看你往哪儿飞 不小心啊 不好意思 你押海角 我一定要追上你 我来 干杯 白老师 这回惨了 惨了 不好意思啊 我拐弯晚了一点就飞进来了 没吓唤你们吧 小心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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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啊 Requatar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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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乱ем 走快 脱口 experiment 早先 你 我 你 你 小燕 死了吧 你要我死就是我死 撤下 撤下 我去哪裡 快點咬吧 幸虧我這麼快才騎士感到 走 走开 师父 拍都没有啊 当然了 我手脚那么灵快 小心啊 师父 白老师有危险呢 谁呢 把枪给我 来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没事 习惯成字人了 那些蝙蝠呢 都追走了 那还不追啊 快 把蝙蝠室拿回去研究啊 多可惜啊 我见到野强兔啊 快点 快点哪 去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说了不来了 像刚才那样的节目 吓死人了 糟了 二十六先生 你又过去了 爸爸 师父 怎么了 你让人急了 没事 没事 爸爸 怎么样 我师父 你让开箱 不要急 后面去 让开箱 爸爸 爸爸 怎么样 心里不急 疯狂开始放大 呼吸困难 脉搏开始下降 坏了 冠状动脉逼塞 你把心脏逼发了 怎么办 爸爸 让开 爸爸 师父 快 现在怎么办啊 我也没做过心脏手术 先送医院吧 快认证 快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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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证 快来认证 要不然 他不到门口就会死的 你是什么人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吗 我是医科学生 你可以帮我的 一二三 起 一二三 放 去找个监衣的东西 细长的 越细越好 快 眼睛行不行 可以 拿开 开枪 他会马上死 我inks 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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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过来 好疼啊 没事了 爸爸 没事 谢谢你 谢谢你医生 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在送到医院之前 千万不要把眼睛拔出来 要不然 他会血流不止的 知道了 一会儿到医院就没事了 姚先生 你要来休息 我们走 爸 扶我去 你刚做完手术 不要乱动 我的病怎么样了 医生说了 幸好及时抢救 没有大碍 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个医生了 哪个医生 就是那个 替我做抢救的那个 虽然当时我不清醒 可我还是感觉到 有人帮我抢救啊 我都忘了 他让我们把你送到医院来 自己却没有跟来 你告诉你叔叔 无论如何 要找到这个医生 我要好好地仇借他 我会的 这个人真难得呀 他并没有趁机向我们要钱 这种人 这种人现在实在是太少了 每个人都想要钱呢 爸 还有一个人 也应该好好地感谢啊 哪个 陈忠道啊 哦 那个徐伯 就是他送你来医院的 那看你的面子 也要替我向他道谢吧 为什么要看我的面子 他真的很能干 刚才那么大的场面 那么混乱 他都撑下来了 好了好了 爸知道该怎么办 那是你要感谢他的 可不要说是因为我 知道了 那批怪物呢 怪物 你是说那些蝙蝠啊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跑来这批怪物啊 我也不知道 想想就觉得很可怕 我有些困了 那你好好休息吧 小局长 我可以走了 事情还没完呢 伤者已经全部安置好了 其他同事 我也让他们先回家了 我想我没有什么 留在这儿的必要了 有没必要 不是你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知不知道今天受伤的是谁啊 今天受伤的人很多 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 其他的人你不认识没关系 姚老板一定要认识的 他还在里边 姚老板我当然认识 他是上海的大富翁 不过他现在在医院里很安全 有医生照顾他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需要寻补做的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该做的我都已经做好了 你还在啊 是啊 大哥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 医生给他吃了药丸 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就好 我爸说他还要感谢陈忠道呢 是吗 感谢我干嘛 要感谢应该谢那个救人的无名医生了 我爸也说了 既然如此 你把姚曉送回家以后 你也可以走了 姚曉姐 你的车就在医院门口 司机在车里等着你 我觉得我跟着去也没什么意义 你怎么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家很远 明天还要上班 去去去 走走走 走 姚曉 你真的喜欢他吗 还不知道呢 怎么 他不好吗 我没觉得他为什么好 那是你不会欣赏人 我觉得他挺有原则的 我没没觉得 妈 我回来了 妈妈在问卜 你不能乱说话 怎么那么迷信 不是迷信啊 只是求他菩萨保佑啊 心里得呀 心里得呀 不知道你别怪他 他还是个孩子 今天这生日会怎么样 别提了 一塌糊涂 怎么会这样呢 反正是乱七八糟 跟你说了你也没兴趣听 你有没有认识人呢 认识什么人 我可听说啊 那姚华生啊 在这里可是个大富翁啊 参加他那个生日会的 都是非负责贵 你解释解释一下 管不有好处 我是去工作的 我又不是去交际的 哎呦 我算重道啊 你不能这样下去 你得出去做事 你得学会交际 你知道吗 这人际关系啊 要比你的工作能力要重要的 好了吗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我要帮你问了神 神啊 他说你逢凶化吉 在事业上啊 或多或少的有点阻止 可是啊 慢慢的就能好起来 但是他说你呢 感情上啊 就不畅途 他会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出事就是出事啊 反正我问了好多人 你问了好多人 你问谁啊 左右邻居啊 咱们这儿邻居 还要回算命的呢 没有 那会看手下啊 也没有 那你问来问去问什么呀 我跟你说 我求的不是运气 我求的就是你那个 徐小姐会怎么样 妈 我跟徐小姐只是好朋友啊 你别乱来啊 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 这 这好朋友 他肯定是从头 这样开始的 就像 我跟你爸爸 不也是这样子 从头开始的吗 可惜你爸爸他不在了 他要是在 咱俩俩啊 不至于这样 北京离乡的 到这里来 妈 现在不是也不错吗 你倒挺容易满足的 比起从前 差远了 什么木料那么珍贵啊 拿回家来做啊 这可是难得的 这可是难得的好木料 可以做出很好的琴 木料留在铺子里不就行了 不用那么辛苦抬回来呀 我把木料拿回来 在家里可以安安心心地做琴 你不知道店里太杂乱了 根本不适合做琴 就是做出来的琴 也没有灵气 灵气 是啊 店里环境不好 会影响木杀的素质的 好好的木头都给糟蹋掉了 这么多道理啊 跟你也讲不明白 你也不懂音乐 那倒是 爸 你饿不饿 是不是宵夜啊 你不是去人家生日派对吗 这么肚子饿了 有钱人的生日派对 不可能没有东西吃 不是啊 今天发生了大事了 生日会没有开成 是吗 是啊 在今天的生日会上 突然有几只大蝙蝠飞了进来 跟着那白老师的飞机又冲了进来 他的学生王浩雪 跟着又跑了进来 接着呢又有人开枪 姚伯伯的心脏病又发作了 结果不知道你从哪儿 跑来一个人又救了他 今天组织是乱糟糟的 给我拿把螺丝起子来 去拿螺丝起子 知道了 爸爸 你看我找到什么了 我们的全家福啊 看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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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弄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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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撒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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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弄我 快点 快点 打他 快点 你甩过来 不要别的 你给我撕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你为什么拖得那么高啊 妈妈 妹妹呢 她舅舅出去玩了 你以后要乖一点 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要照顾好妹妹 你要去哪 我能去哪 我要跟着妈妈 乐东 你真是个好孩子 怎么还不睡啊 不要剪了 我都看到了 你还在想到你妈呢 我很想知道 妈妈为什么离开我们 你真的不记得了 当时我那么小 我只记得你们两个整天吵架 后来妈妈就走了 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成天吵架吗 因为你妈有了另外一个男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痴重 老婆背着丈夫偷汉子 天地上没有一个男人忍受得了 就因为这个 所以你一直不喜欢我提起妈妈 对 我不想再提起她了 以后你也不要提起这个 背弃丈夫背求女人的女人 她不被做女的母亲 你现在还恨她 对 我恨她 妈妈是怎么死的 她 她自杀死的 自杀 当然自杀了 她知道自己错了 没有脸面活着这个世上了 死了又怎么样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你还想着她是吗 你还喜欢她是不是 以前喜欢她 发生那件事情以后不喜欢了 你分得那么清楚啊 对 不跟你说了 我睡觉去了 你早点睡啊 关于昨天晚上 在姚花生先生生日宴会上发生的事 我们寻补房还在做 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向大家透露的 这次能确实跟蝙蝠有关吗 对 是跟蝙蝠有关 是有人控制蝙蝠 或者蝙蝠四处咬人的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 因为事关机密不能透露太多 以免影响调查工作 伤害人数能说吗 没有人死亡 受伤者大约有三十几个 好了 今天的记者刀带会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陈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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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一回 我见到他第一次袭击人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蝙蝠 你不是打死一只吗 尸体呢 当时一片混乱 之后清理现场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蝙蝠的尸体 蝙蝠为什么要袭击生日会呢 我先走了 你好 姚小姐 找我有事吗 没事不能找你啊 我在工作呀 我也不想打扰你工作 可是我爸说他上次那个生日会 发生很多事情没有好好地庆祝 想在家里办一个小心一点的 客人都是上次帮过忙的人 所以我想 你看我估计没有空 可是我叔叔说你有空吗 他 他 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见好吗 我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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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起碗了 哦 我昨天看了好多书睡得晚了一点 哎 那个老师呢 嗯嗯 好 我先去了啊 走 走 后来我发现 他们说的所有鬼怪啊 原来都是人假扮的 根本上那间大屋就没有闹鬼 是村里的庙珠呢 想骗钱 利用村人的善良和无资 他们说大屋闹鬼趁机骗钱 对不起 你去死吧 那后来那庙珠怎么样了 哦 我跟学生一起把他送巡捕房睡了 那这没用啊 巡捕房的人都贪污的 只要你有钱的话 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事 都可以无罪释放出来 没证据别乱说啊 对吧 除非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刚才他讲的事 以前是很常见的 那么我们这么辛苦地揭开他去 装身路鬼人真面目 不是白费劲了吗 也不会白费劲的 不过我们要记住 我们研究会的宗旨就是崇尚科学精神 任务是揭穿迷信的假象 至于揭穿之后的事 就交给执法人去处理 跟我们没关系 谁有罪谁没有罪 不由我们决定 你跟你的学生们所做的事呢 把谁抓去坐牢并不重要 而救了你的学生和善良的村民们 那才是最重要的 爸 你这儿写的什么东西啊 我要把白老师说的话记下来 回家好给我的孩子讲嘛 我是随便说说的 你别全相信啊 子子为子子 不知为不知 是为子 白老师讲的很有道理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白老师 总之这件事的结论呢 就是教了我们要提高所有人的素质 迷信是出于无知 可无知是无罪的 有罪的是利用无知去骗人的人 还有人要报告吗 没有就我说了 近来我遇到一件非常刺激 非常紧张又非常难解释的事 那快点说来听听 不用着急 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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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什么呢 我是在写你的画做笔记的 把标本拿来去 好 来 大家庆饮料 我那边呢 在这里 特别为你抛制的 谢谢 白老师 你的那杯好到 不打扰你们开会了啊 你们慢喝 慢喝啊 白老师真是羡慕你啊 真是羡慕你啊 真是羡慕你啊 是的啊 好好好 言归正传了啊 那件事是这样的 近来有几个有钱人呢 突然精神错乱 跟着还自杀了 有人说是有鬼 我去查过发现不是鬼 是有人搞鬼 他怎么搞鬼呢 这只蝙蝠是我跟浩雪 还有陈中道一起抓住的 我相信搞鬼的人 就是这只蝙蝠的主人 据我所知蝙蝠是野生动 不可能是呀 不错 本来是这样的 赶紧仔细看看 这不是普通的蝙蝠 而是变了种的蝙蝠 在这只蝙蝠没变种之前 应该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 一种吸血蝙蝠 你们看 那就是说有人把他 从南美洲带来培养 我认为是这样 养大之后就放出来咬人 被他咬过的人 就会精神错乱 真是这样的 我也是猜的 科学精神就是这样大胆 假设小心求证吗 不过我的假设 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有根据的 你们过来看看 脚上这个铜圈 很明显是有人 给他带上去的 上面还有号码呢 说明有人养他和训练他 你胆子不小敢摸他 如果他带病毒 会毒死你 什么人会养他 为什么要训练他 这个就不是我们 学会要研究的项目 要交给你们去 查不过 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 对了 你们谁懂得解破 有有有有 那个许小姐 许小姐会 我可以叫他来 我跟他很熟的 你跟他有多熟啊 我们天天见面 他就住在我隔壁 这个人很不错 又聪明又漂亮 对呀对呀你看 我去找他来 喂喂 臭小子 让他去吧 反正我也没时间 这个臭小子这么热心啊 怎么都站着 昨夜喝茶 我也喝了 老师 老师 你来了 白老师 中道 你也在这儿 对呀 他不应该在这儿的 你才不应该在这儿呢 你解释过了没有 我说了 不就是把蝙蝠 这样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我带了一些资料来 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帮你了 本来那就不想麻烦你的 不过我想 如果有个专业人士在场 总比我们瞎壮好吧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医生来呀 我暂时不想让太多人 知道这件事 知道也是 那我们开始吧 你看工具对不对 你看 你看 这儿有手术刀 镊子 这是剪刀 你看 这是缝 不懂你的少说点吧 别装了 倒几杯茶来 你渴嘛 你不是刚喝过吗 不渴就不能喝茶了 嗯 怎么样 差不多了 不过还需要围棋和一个口罩 它长得这么大 不是正常的品种 身上 对呀 可能会有毒的 对呀 我给你拿啊 嗯 师母 你觉得 那个许小姐怎么样 你是说那个医学生吧 对呀 你看看人家啦 对呀 哎呀 只可惜好像人家不喜欢你哦 对呀 哎 不对了 你是说她看不上我啊 嗯 好像是 不会吧 哎呀 你看人家许小姐 人又漂亮又能干 怎么能看上你啊 哎 可是我也不错呀 阿学 现在的女孩子呢 都比较喜欢 比她聪明 又比她能干的男孩子 哎 哎 哎 你虽然也不错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说 我知道为什么 啊 嗯 当然啦 这个凡事呢 都有不例外 你像有一些女孩子呢 母性就比较强 就喜欢比她弱的男孩子 去照顾她呀 去疼爱她 哈哈 这样 你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吗 啊 哎呀 好了好了啊 师母请你喝东西了 哎 走了走了 走了 怎么样 那是蝙蝠她 很明显有阴谋 对啊 各位杯咖啡 蝙蝠的胃里面有人的残肢 蝙蝠可能是以人为食物的 太残忍了 怪你什么事啊 又不是吃你 来这边坐 嗯 近期发生的良情病案 死者都是在发疯后死去 死前都有相同的症状 嗯 而且根据寻补房的记录 在胸案现场 都发现有这样一只大蝙蝠 这个线索很重要 所以我要查一下 这两个死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也许他们跟摇花生会有什么关系 有可能 如果照这样推理 就是说有人养蝙蝠来杀人呢 是谁这么做呢 这件事就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了 我只是想研究 怎么会有这样的蝙蝠 查案抓人 就交个中道吧 哎 林医研究会 是啊 我就是主席 我是会员 每星期六开会 我来过挺有意思的 欢不欢迎我参加呀 请还请不到呢 其实上一次我们就谈到过 有根蝙蝠的问题 对 那天我也在 是啊 你在打瞌睡 不过不打瞌睡也没用 你也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好 好 谢谢 有空来坐啊 好啊 太过分了 在主公面前这么不给我面 有养我怎么见人啊 接下来 啊 啊 哦 啊 啊 《灰灰灰》 《灰灰灰》